对 因为今年其实是流 我也是觉得今年流行衬衫 可是像她这样黑白 英雄所见略 好 对 然后组织上黑白 她黑白我觉得就有点单调 而且她就有点宽松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 就是有点上了年纪的熟女 应该是要穿有一点点腰身的 看起来会觉得比较 腰身的不紧身 对 不紧身 可是是有一点腰身 这样看起来身材会比较好一点 你连格子衬衫都可以找到 不临不临的那种 对 很好看 对 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这样子 你现在有没有解决的是你自己弄的吗 当然不是 来就这样的 因为我母亲很会把素的东西 自己加过 加亮亮的 自己用补丁吗 对 那我必须诚实地跟珍丽 告诫一下 就是说 我现在有部戏叫真谛 爱的真谛的真谛 然后我是一个过去的老明星 我第一个想到的 要借的衣服就是跟你借 爱的真谛 因为你爱我 诚实 跟名字无关是服装造型的 就你通通都有那个过气老明星的元素 是吗 可是不会 你看像今年流行衬衫 我也会买一些这样子比较夹的 我确实要是组的 你怎么这样 可是这个有这种的 不是什么花系列在穿的吗 你前面还有一个 就是调纹衬衫 对 你看我们穿这种素的 比较不会推流行 就白衬衫 对 反正不败 就是你去那种高年纪 也可以穿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 她很喜欢格子衬衫 可是她又 你知道 放不下的就是她的亮片 她的水转 然后但是格子明明就是一个非常 你知道书卷系的那种气质的感觉 学院风 我们来看看老师如何改变她 来 整理 格子 这件真的你可以手举起来 对 然后动一动 转一转 而且这件后面还有个腰带 她自己也可以帮她一起 好 这件是 这件看起来就很凉 好舒服 而且还有醉性 它的剪裁 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件简单的衬衫 但其实它的特色在这里 它的肩膀线 你还可以选择 拉到这样前面穿 它随时在你的不同的肩膀 跟你的不同的身形的律动的时候 它会产生不同的样子 它这样也好看 对 它会产生不同的样子 然后手再举起来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件 一件色衬衫很随性 然后它下面有点坠度 然后里面可以配一个短裤 假设我们把里面塞在这里 或者素裤 对 或者是合身的裤子 那这件你可以不规则地去穿它 你可以扎一边 就是有点醉性宽大的一个衬衫之外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腰带 把它绑在前面 好看 这件很多样观 对 你可以把它绑在前面 都发现 非常多变 好看 那对我来讲 这个格子 假设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衬衫格子 可能对于真理这种年纪来 穿起来可能会老气 但是因为剪裁的方式改变了以后 整个人就变得比较潮流 对 然后我也喜欢它的领子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放下来 你可以直接放下来 你甚至有很多的打法 然后我们可以变成 大韩航空的打法 有点正式 对 再多打几个结 它就可能会立体感一点点 然后或者就像它直接的斜在旁边 那另外呢 这我还要推荐的一个是 我也觉得是很 好好看喔 这个好好看喔 特色看 丝直的喔 好可爱 最多 一般来讲我们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 穿丝直的时候会容易什么 老 老气 然后整个就成熟 所以想到杨凡大哥 对 与我同行那时候 对 四十 对 为什么要讲出我的年纪 但是这上面呢 它印了很多 好像是 你们发现好像是那什么 彩色印刷厂的制服 对 色卡 对 色卡 那下面还有一些那种 好像以前充其底片的店 是 没错 它就是利用这样的概念 然后呢 很多的标语 符号 本身这就是已经是够潮流的 那像这样的穿搭呢 我下面会把它配一个 也是带一点结构性的设计的裙子 这件裙子也很有趣 是你可以自己扣 你可以针对 像这边也是可以解开 所以你有很多的穿法 你可以因应你的鞋子 尤其是树林那么多各种怪鞋 像这个呢 我也建议说 如果你在穿这个 你下次也可以再用一个 有彩色的那个丝巾头巾 像那个五六年年代这样绑起来 也是会很好玩的一个冲突感 好好看喔 解构式的剪裁 为经典格纹增加了时尚感 只要搭配短靴 超轻松 就能时尚出门 谢谢 转称 就是 看一下 拜托 车 飞 无 6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